英国人在孟买的酒店禁止印度人进入,印度富豪用这种方式进行反击。 在印度的近代历史上,曾有近200年的时间都属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,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文化,使印度变成了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,但是除了文明之外,英国殖民者也带来了屠杀与压迫,并伴随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。 在东印度公司刚刚在印度建立的时候,英国人尚且能和印度人和平相处,但是随着英国人的势力越来越大,殖民者们也开始压迫和歧视印度人了。 甚至在当时的印度,很多英国人修建的酒店是不允许印度人进入的,印度富豪贾姆谢特基塔塔就曾被英国人赶出酒店,让塔塔十分气愤,并决定对英国人的这种行为进行反击。 甲姆谢特基塔塔 甲姆谢特基塔塔1839年出生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。 她的祖先是因为逃避阿拉伯入侵而被迫逃亡到印度的波斯拜伙教徒,被印度人称为帕西人。 在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后,帕西人开始大规模迁移到孟买,他们有著独特的商业眼光,大举进入交通运输,船舶制造,房地产等暴力行业。 在这段时期,一个又一个帕西富豪脱颖而出,塔塔就是其中最富有的一位。 塔塔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印度的工业化建设,被誉为印度的工业之父,她所创建的塔塔公司是现在印度最大的公司,至今印度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塔塔公司。 塔塔修建的泰基马哈酒店。 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时候,褐色皮肤的印度人深受白色皮肤的英国人的歧视,有一次塔塔和一位英国朋友前往孟买英国人修建的华森酒店吃饭,结果塔塔却被英国服务员赶了出去, 只因为她是褐色皮肤的印度人,酒店只招待英国人,禁止印度人进入。 这件事给塔塔的打击非常大,她深感到自己虽然十分富有,但是自己的祖国仍处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,她决定给英国人一个教训,她下定决心要建造一个印度最豪华的酒店,给那些曾经启示她的英国人一个教训。 印度的帕西人 塔塔被英国人赶出酒店后不久,她便在华森酒店附近的孟买湾买下了一块土地,并花费了五年时间修建了一座名叫泰基马哈的酒店, 泰基马哈酒店在塔塔去世前一年建成,设计的十分精美和华丽,是印度最豪华的酒店,甚至在当时的欧洲,也没有几座酒店可以和她媲美的。 泰基马哈酒店的大门设计也十分奇特,正门并不是面向大海,而是反方向的市区,据说寓意为这座酒店不欢迎从海上来到印度的英国殖民者。 除此之外,塔塔还命人在酒店挂上类似于英国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,直到六十年代,曾经把塔塔赶出去的华森酒店倒闭之后,塔塔的后人们才把那反击英国人种族歧视的牌子摘下来。 在印度的近代历史上,曾有近二百年的时间都属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,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文化,使印度变成了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,但是除了文明之外,英国殖民者也带来了屠杀与压迫,并伴随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。 在东印度公司刚刚在印度建立的时候,英国人尚且能和印度人和平相处,但是随着英国人的势力越来越大,殖民者们也开始压迫和歧视印度人了。 甚至在当时的印度,很多英国人修建的酒店是不允许印度人进入的。 印度富豪贾姆谢特基塔塔就曾被英国人赶出酒店,让塔塔十分气愤,并决定对英国人的这种行为进行反击。 贾姆谢特基塔塔 贾姆谢特基塔塔1839年出生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,他的祖先是因为逃避阿拉伯入侵而被迫逃亡到印度的波斯拜伙教徒,被印度人称为帕西人。 在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后,帕西人开始大规模迁移到孟买,他们有著独特的商业眼光,大举进入交通运输,船舶制造,房地产等暴力行业,在这段时期,一个又一个帕西富豪脱颖而出,塔塔就是其中最富有的一位。 塔塔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印度的工业化建设,被誉为印度的工业之父,他所创建的塔塔公司是现在印度最大的公司,至今印度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塔塔公司。 塔塔修建的泰基马哈酒店 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时候,褐色皮肤的印度人深受白色皮肤的英国人的歧视,有一次塔塔和一位英国朋友前往孟买英国人修建的华森酒店吃饭,结果塔塔却被英国服务员赶了出去, 只因为他是褐色皮肤的印度人,酒店只招待英国人,禁止印度人进入。 这件事给塔塔的打击非常大,他深感到自己虽然十分富有,但是自己的祖国仍处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,他决定给英国人一个教训,他下定决心要建造一个印度最豪华的酒店,给那些曾经歧视他的英国人一个教训。 印度的帕西人 塔塔被英国人赶出酒店后不久,他便在华森酒店附近的孟买湾买下了一块土地,并花费了五年时间修建了一座名叫泰基马哈的酒店, 泰基马哈酒店在塔塔去世前一年建成,设计的十分精美和华丽,是印度最豪华的酒店,甚至在当时的欧洲,也没有几座酒店可以和他媲美的。 泰基马哈酒店的大门设计也十分奇特,正门并不是面向大海,而是反方向的市区,据说寓意为这座酒店不欢迎从海上来到印度的英国殖民者。 除此之外,塔塔还命人在酒店挂上类似于英国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,直到六十年代,曾经把塔塔赶出去的华森酒店倒闭之后,塔塔的后人们才把那反击英国人种族歧视的牌子摘下来。